看這題,這題他問說下列敘述哪些正確 我們看這一選項 兩外斜線在一平面上的正設影 可能為兩平行線 這個有可能啦 就是說我現在有兩條歪斜線 一個的話通過這條線的下面 那我現在如果有一個平面 這個平面跟什麼 跟這兩條歪斜線的公垂線 互相平行 所謂公垂線就是說 就是說跟什麼呢 跟第一條直線互相垂直 同時跟第二條直線互相垂直的 那個線段 我們稱為公垂線 或是直線也可以 跟這兩條直線都互相垂直的 那個什麼呢 通過 就通過第一條線 通過第一條線 跟第一條線較一點 跟第二條線也較一點 而且這一條線呢 都跟什麼 都跟這兩條直線互相垂直的 那一條線我們稱為公垂線 如果你現在有個平面的話 跟那個公垂線互相平行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 這兩條直線 統一到這個平面 就會互相平行 就會互相平行 所以有可能 這是對的 再來我們看看 這個 這個 V選項 V選項 它說 垂直以同一個直線的 兩直線 必互相平行 這不一定 就現在的話 垂直以同一直線 現在一直線的話 我可以做一個平面 這個平面 跟這條直線互相垂直 跟這條直線互相垂直 好 那互相垂直以後的話 那這一條 這個平面上面的每一條直線 都會跟這條直線互相垂直 那這些直線的話 任何情況都有可能 皮型也有可能 垂直也有可能 或是說香蕉也有可能 任何情況都有可能 所以不一定平行 所以這是錯的 好 再來我們看看C選項 若一平面 與兩平面相交的話 則交線互相平行 這個是不一定的 就是說 什麼時候 就是說 平面跟兩平面相交 除非說這兩平面是互相平行的 那你另外一個平面的話 跟這兩平面相交的話 那這兩條直線是互相平行 沒有錯 但是有一種情況是說 如果這兩個平面的話 它是有交線的 那我現在 第三個平面的話 跟這兩個平面相交 相交各自是一條直線 那這兩條直線會較一點 也就是說 三個平面就變成較一點 而不是說 不是說 變成兩個互相平行的直線 就是說 一個平面與兩平面相交 相這種情況相交的話 則交線互相平行 這個時候交線會較一點 就是說 我現在這樣切過去 切過去以後 就是說 假設 我這樣切過去的話 這個叫1 這是1 2 我這樣切過去的話 跟第一條直線 跟第一個平面的話 交線可能是這樣子 L1 跟第二個平面 這樣切過去 交線的話 是L2 L2 這兩條直線呢 較一點 這個時候就較一點 那什麼時候 會變成兩條平行線呢 就是說 1 1跟1 2的話 它本身是互相平行的 好 那我現在的話 這樣的話呢 把它給什麼呢 這平面這樣 割過去啊 平面割過去的話 平面割過去的話 跟第一個平面呢 割的直線是L1 跟第二個平面 割的直線是L2 這個時候的話 這兩條就會平行 但這種情況的話 不會平行 它會較一點 所以呢 這個不一定 不一定 好 那這樣我們看呢 第一選項 第一選項 過椅子直線外 一點 恰可做椅子直線 跟這直線平行 這個對啦 這個好像就是那個 歐基里的 第五公里的樣子 這是一個公里 集合上的一個公里 這D選項 像是對的 所以這點應該選A跟D 是對的 是對的 對的 是對的 我們現在是有一個公里